接下来 小赵同学 擦干眼泪 你现场要给我们最后带来的 这个挑战的内容是什么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送给我爸一条领带 然后我亲自为他戴上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女士们先生们 掌声准备为他而战 爸 我希望以后要是哪一天我不在了 你结婚了 然后你就戴着这条领带 他就证明是我在看着你 默默地祝福你 走进婚姻殿堂 去寻找 随意你的幸福 好好 我会的 不痛你藏给我的梦境 相信最美好的 一切在下一刻 降落 我们也想听听三位嘉宾 怎么看春月老师 有请 欣凤 你这么懂事 我们所有人也会 可以期待 你们家未来的日子 会越走越好 所以不要放弃 你的坚持 是爸爸 接着往下走的 勇气和力量 谢谢姐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台上的这二位啊 他们都不是在为自己活着呢 他们都是在为对方活着呢 其实这样活着 是有爱的 但是真的很辛苦 我看到的台上的这个男人 好伟大哦 我看到了他对妻子的情意 看到了他对女儿们的责任 所以我想说我希望所有的人 大家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都能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 看到欣凤和爸爸这样的站在那里 其实我特别心疼 我们是说在所有的关系中间 让我们能够感觉到 这个关系存在的 是彼此对对方有贡献 如果说在这段关系中间 我对对方没有贡献了 那我也不希望成为别人的累赘 这是有爱的关系 所以欣凤一直想完成的一个心愿 就是希望我的建议 对爸爸是有用的 彼此去接受对方的好意 比我们带着愧疚 然后去拼命地为对方做 可能让我们轻松一些 祝福你们 现场各位观众 十秒钟的时间 三二一计时开始 就要超过一千八百下 小赵的梦想 在为他二战的舞台就可以实现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漂亮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短暂的十秒钟 两千零三十五下 恭喜小赵 挑战成功 恭喜 谢谢 festival斯坚